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学术都四分五裂了 叫道数将为天下裂 哲学的巅峰似乎总是比政治的经济的要来的晚一些 甚至多数时候是在一个文明的政治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 快要跌落谷底的时候 哲学的巅峰才会到来 哲学是反思 对文明 对生活 对人心的反思 当文明走在上行通道的时候 大家都去追逐这个美好的时代 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人也就不用多想 哲学就比较沉默 相反 当文明走入下行通道的时候 深层次的问题就会被聪明人识别出来 反复的拷问 孔子是这样 庄子是这样 柏拉图 雅里斯多德也是这样 哲学家们出场的时间很有意思 显然 哲学家们无力拯救即将毁灭的文明 但是他们会提出永恒的问题 让新生的文明汲取其中的道理 这一讲 我们就看看 古希腊走进下行通道的时候 哲学家们都在想什么 我带你从一个具体的问题入手 那就是 柏拉图为什么批评民主 民主啊 在今天已经成了当然的政治正确 成了标准格式 但是呢 民主是什么 都快把我们弄糊涂了 这个问题呢 我留待日后跟你讲 这一讲 我主要跟你讲 柏拉图为什么批评民主 首先我带你去看看柏拉图这个人 他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大概啊 他认第二的话 没有人敢认第一 他的作品涉及了神学 形而上学 认识论 价值论 等等所有哲学的分支 而且啊 都有系统和深刻的观点 柏拉图的哲学呢 你可以去每天听本书里 搜索刘伟老师的解读 我这一讲呢 主要带你去看看柏拉图怎么剖析自己文明的弊病 柏拉图是雅典人 出生在贵族世家 他童年的时候啊 柏拉伯尼萨战争一直在打 雅典战败以后呢 斯巴达扶植了傀儡政权 史称三十建主 他们是靠境外敌对势力扶植上台的 上台之后呢 又实行残暴的统治 三十建主很快就被推翻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民主呢 已经不是昔日的民主了 雅典的民主已经劣质化了 正是在这个劣质的民主当中 柏拉图最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处死了 苏格拉底被处死呢 柏拉图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柏拉图啊 认为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坏政治横行的时代 没有一个城邦是好东西 不过呢 和你印象里的哲学家不同 柏拉图啊 积极投身政治 他甚至三次去薛拉谷这个地方 意图实现他哲学王的这个蓝图 也就是把政治权利交给哲学家 但是呢 柏拉图这些政治努力啊 都失败了 哲学家不是应该追求沉思的生活吗 为什么西方的头号哲学家要去投身政治呢 首先 投身政治并不表明政治生活就比哲学的生活更高贵 柏拉图啊 当然是认为哲学生活更高贵 更重要的是 柏拉图有宏大的抱负 他想去改变这个世界 他在理想国里边 借苏格拉底的口说过 统治是很难做好的事情 聪明人都不愿意做统治者 因为啊 统治本身为力不讨好 统治者们要么出于金钱 要么出于荣誉 要么出于避免惩罚 采取统治 而柏拉图自己想当统治者 或者是让学生去当统治者 金钱和荣誉都不是主要原因 照我看 逃避惩罚是柏拉图的动机 柏拉图要逃避什么惩罚呀 对于一个胸怀世界的人来说 这个世界混乱 肮脏 虚伪 不义 就是对你的惩罚 你会为他着急 你天天看见他们又无能为力 对有良知有报复的你来说不是一种惩罚吗 这种惩罚体现在柏拉图身上就是雅典的劣质民主处死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所以啊 权力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重要 现在有一句话对柏拉图的意思做了通俗易懂的解释 你不掌握权力 离他远远的 那你最讨厌的人就会爬到你头上 你想 要是你最讨厌的人上位了 即便不给你小鞋穿 你天天看着他胡作非为 把公司或者更大的团体都搞坏了 你不难受吗 没错 柏拉图批评民主 就是雅典在内裂过程中已经变成了劣质化的民主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看看他坏的有多么匪夷所思 我要讲的第一个例子是 雅典的公民大会居然后来频繁的做出决议 出钱招雇佣军去替他们打仗 回想一下我在前面跟你讲过的 公民平等是基本准德 什么是公民 什么是平等 最重要的权力和义务就是当兵打仗 而雅典人居然堕落到通过决议放弃了这种权力 推脱这种义务 简直就是出卖自己 出卖城邦 如果你已经不再是公民了 抽签和多数决定还有意义吗 爱国奉献又从何谈起呢 你可以去听一听 刘苏李明家大课《君主论》里边的第三讲 我在里边跟你分享了 马基亚维利是如何痛斥雇佣军百害而无一例 我要说的第二个例子叫逃片放逐法 是这样的 公民们在大会上用逃片写下自己希望放逐的那个公民的名字 一旦达到法定的人数 此人就被放逐 那此人是罪大恶极吗 不是 只要大家认为他危害了城邦就行 雅典人往往认为优秀的人是有威胁的 首先就把他放逐 决议一旦通过 放逐者不得申辩 十天之内马上走人 要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 雅里斯多德曾经说过城邦之外 非神祭兽 放逐一个人就是剥夺他的公民资格 相当于在精神上政治上判他的死刑 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人多势众就一定是对的吗 这样的民主你会支持吗 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启示 任何政体都有自己的原则 比如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平等 遵循自己的原则 城邦就会兴盛 背叛自己的原则 城邦就会衰败 从雅里斯多德到孟德斯丘 一直在讲这个道理 当然坚持原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会有很多外力的干扰 比如说雅典的山叶繁荣以后 会产生贫富分化 人心也就各打各的算盘 平等就很容易遭到侵蚀 但是偏离原则意味着退化堕落 很容易就变成打着民主的旗号 干集体自私自利的事情 像雅典人这样公开毁弃自己的原则 就等于自我瓦解 自决坟墓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不过 你要是觉得柏拉图只是批评一下雅典劣质化的民主 你就太小看他了 他要干的事情是找到城邦世界最好的秩序 这就是他写理想国的目的 在他深如大海的智慧当中 我们挑一点来看看他的文明的思考 就是对灵魂和城邦的类比 人的灵魂和城邦一样 都遵循正义的德性 人的灵魂里边有四种德性 分别是智慧 代表了理性的力量 勇敢 代表了意气的力量 节制 这是和谐的秩序的力量 还有正义 当智慧统领了勇敢和节制 就是正义 那人的灵魂呢 就是健康的 同理 柏拉图认为 在城邦之中 智慧是统治者应有的品质 勇敢是护卫者应有的品质 节制是生产者应有的品质 智慧的统治者 统领着勇敢的护卫者和节制的生产者 城邦就是正义的 那我们用柏拉图的标准来看看 雅典的劣质民主 居然花钱请雇佣军替他们打仗 商业的繁荣膨胀了他们的欲望 使他们失去了节制的德行 立令置昏 以至于理性的智慧不复存在了 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勇敢可言 正义也就荡然无存 不过雅典的对手斯巴达 也好不到哪去 在波罗奔尼萨战争当中 为了打败雅典 他们不惜和波斯人结盟 虽然没有直接动用波斯人的军队 但是拿了波斯不少的钱 回想一下 西波战争当中 那位誓死和波斯血战到底的斯巴达人 当时那么崇尚自由 绝不像专制和奴役屈服的斯巴达人 到了波罗奔尼萨战争的时候 斯巴达人也堕落了 正义是城邦健康的根本 失去了正义 城邦就病入膏肓 人同样也是如此 所以我才会在上一讲告诉你 希腊的内列是从国际政治到国内政治 再到人心的层层腐化 从古希腊的状态来看 最后征服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是击败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垂死病人 没什么值得骄傲 柏拉图建立理想国 实现正义的具体制度 确实有斯巴达的味道 甚至可以说有专制的味道 但我们先得把这位大哲学家的文明立场找到 他虽然对雅典民主有切肤之痛 但是他批评的不只是雅典 理想国不只是政治食品 哲学对一切坏政治都批评 只不过劣质化的雅典民主首当其冲罢了 民主并不是不可以批评的 坏政治必须批评 如果你理解了柏拉图强调的正义 对于城邦和对于人根本的重要性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想一想 智慧 勇气 节制 在你心里 在你的国家里 如何才能实现 如何才能让他们相互配合在一起 达成一种健康的状态 如果你判断他不健康 你会怎么办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 柏拉图这位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对自己所处的文明 为何衰败 给出了一整套的标准 那就是智慧 勇气 节制 正义 我们的老子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叫失道而厚德 当古希腊文明走入下行通道的时候 什么是正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很迫切 尽管柏拉图见地非凡 但是他也阻止不了希腊文明的衰败 下一讲 我带你去看看古希腊临终的样子 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 教出了亚历山大这个伟大的学士 他终结了古希腊文明 西方文明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 帝国时代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 是的 当创企刀没有得来 现实 TIME 以前